主料,胡萝卜一根,肉馅100克,面粉200克,辅量,油,盐,酱母,酱油,葱姜,胡椒粉,白糖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适量酱母粉用适量温水溶解,倒入面粉中搅拌,面粉揉成光滑的面团,温暖处醒发30分钟,肉馅先加入适量的油,葱姜末, 胡椒粉,盐,白糖,酱油,一个方向搅拌,倒入一些好的胡萝卜颗粒,搅拌均匀,将大小合适的面筋改成中间后,自揪薄的面皮,面皮中间放入之前拌好的胡萝卜肉馅,像包包子一样将面皮捏紧,然后用手均匀用力压成面饼,电饼称不放油浴热,将面饼放入电饼称周,煎熟,烹饪技巧, 一包馅的时候一定要把口收紧,要不就容易露馅了,二做面饼的时候最好有手牙饼,用擀面张擀的话,比较容易在饼的四周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